知名直播主丢丢妹 经历婚变风波后 沉寂了半年 近期准备重新出发 人气也丝毫不减 她在受访时透露 自己斥资千万 开设新公司 去命未落定就落咖 在收场直播就吸引了高达五万人观看 近五个小时就赚了三千万 离婚后的她也谈言 原本在新北的两间千万豪宅 目前已是空屋 将来会留给家人 但其中一间有意脱手 光是两间房子的贷款 加起来就需要还三十几万 再加上一个月的生活费 就要四十几万 沉重的负担导致自己有一阵子 压力大到鬼剃头 头顶直接凸了一块 不过现阶段的她很快乐 回到家乡生活后 相当轻松自在 气色也变得比较好了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此以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